大樹倒在路上 雙向道只剩一部車寬度 這條桃園復興區北河公路 一路上許多地方路樹倒塌 康瑞颱風不只風大 也帶來驚人雨量 後山的三光大橋下 大汗溪黃水滾滾 康瑞颱風來襲 31號上午復興區開始停電 影響1436人 居民也被強大風聲 吵得無法入眠 一下有電 然後一下沒電 所以就是這邊還滿嚴重的 我們的那個啊 我們的那個玻璃啊 然後還有就是窗戶 都一直就是很大聲 震動摳摳摳這樣子 所以我們早上也沒有辦法 好好的睡覺這樣 由於復興區雨量已達警戒標準 針對土石流潛湿溪流警戒區內 極大規模崩塌警戒區內 公所也進行預防性撤離 前市區的保全戶 我們上午就開始進行預防性的撤離 光滑大規模崩塌地 那許烏鬧的替代道路 就會進行交通的封鎖 北溪的水漲起來囉 畫面轉到宜蘭南澳 溪水快跟道路一樣高 從早開始下雨 根據宜蘭縣政府資料指出 截至下午5點 南澳鄉已撤離123人 這次康瑞颱風帶來好大雨 請民眾做好 防台準備 原型完樓包歇湖島秀 桃園復興宜蘭南澳採訪報導 拍拓 谢谢大家